来看看万里区的工友市场 主体建筑经历多年 还进行过外墙拉皮跟内部的整修 不过呢就在一旁的卸货区 却是钢骨生锈斑驳 屋顶破洞漏水 为此呢摊商们担忧危险 希望相关单位协助处理 今天呢是议员廖先祥服务处 发起的会刊 邀请市场处来商讨解决的办法 万里区工友市场是 相公所十其就有的建筑物 主体建筑经历多年 还有进行外墙拉皮内部装修 不过一旁的卸货区 雨泽就没有这么幸运 钢骨都生锈斑驳 还有屋顶也是破洞漏水 为此摊商们担忧危险 也希望相关单位可以协助处理 今天市议员廖先祥服务处 就发起了会刊 要来商讨解决的办法 因为这是过年前的时候 当地的居民在反映陈前 就是说因为这边的 这个遮宜房 已经长年都已经都生锈 所以有可能有一些危险性 而且漏水 所以我们就是办一个灰坑 请市场处来 用专业的角度来评断 邀请到市场处的科长 以及同仁来到现场评估 可以见到雨泽多处破洞漏雨 而钢梁袖时斑驳 还有一些掉了一半的钢骨结构 就挂在半空中 围棋的封锁线就是怕民众近来 没有注意到或有危险 而经过专业的检视评估之后 市场处也将会以修补的方式 来维护这个泄货的空间 据了解这个有雨泽的卸货区 使摊商遇到下雨时 绽放货瓶避免淋湿的空间 在评估之后 建筑物没有立即性的危险 只需要好好的保养与修补 就可以如期的发挥功用 而市场处也将会进行 结构的补偿与整修 要让这个泄货空间 变得更加的舒适 让摊商与民众逛菜市场 都有更好的品质 知识料平函万里采访报道